来 你们猜一猜可能是什么 这个大小 你手挡住 看着很小啊 对像遥控器 我跟你讲 不再小在于轻啊 然后我们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呢 刚刚的为大家送出了两份惊喜卡 我们看看这一轮环节当中 终于来了啊 终于来到了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光影任务卡 我们拿在您的手中 给大家展示一下 谁做任务 当然是我们的文文 给我们大家 你做任务吧 咱俩一起做任务 这样我们配合大家一起做我们的任务 我们所抽到的是一个光影的任务卡 那当然呢 今天文知道我们的光影任务卡 代表什么意思吗 你要做任务 当然啊 我配合大家一起完成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时刻呢 粉丝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我们文文了 好了 千万不要把这个 你告诉我是什么任务 任务知道到我的手中 大家都说我们S23系列的一个拍摄 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我们空口无评啊 我们就实际看一看我们的一个夜拍照片 那么也由我们的报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同时呢 文文会有稍后的时刻有一个惊喜的挑战 你别吓我 先办一个小小的官司 这整个介绍我的提醒掉胆子 对 现在直接是给大家拍照吗 当然我觉得这个时间段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摄像头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功能 好的好的 那当然呢 我们文文刚刚听我们报老师说了这么多 然后想不想亲自来实时的体验一下我们这款手机的一个强大的摄影 这就是我要挑战的事情 是的 今天我们的挑战任务就是挑战一下我们的一个夜拍的功能 来感受一下它是否强大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拍外面吧 是的 来有请我们的报老师带领我们的文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夜拍功能 这边 老师这边 来我们准备开始拍咯 来我们起来看一看 哇 非常好 我们现在直播屏幕的当中呢 所谓大家呈现的也就是我们实时的一个画面啊 真的是非常的清晰 那当然呢 我们这样的一轮的一个挑战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完成了非常的棒 完成了 是不是又要抽奖了 对 那我们接下来时刻我们继续给大家抽取我们的盲盒吧 好不好 来 抽到了一份光影任务卡 又是任务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是谁的任务呀 这次的任务呢 其实没有别人任务 就我自己的任务是吧 被发现了 我们整场直播过程当中 好 所有的文文 所有的任务呢 全属于我们的文文的 抽到的是我们的光影任务卡 那在今天我们整场直播过程当中呢 我们骚王河的这样的一个光影任务卡 先给大家卖一个官司啊 猜一猜我们这个 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任务 我想问一问我们的文文 你平时会记录自己的夜生活吗 会啊 会的 记录我们的夜生活 我也几点 你之前的生活 12点时候睡觉了 也记录不了 那当然 我特别好奇 就是文文的创作灵感 大多是什么时候 也就是晚上12点左右吧 那个时候思绪特别的多 就是想睡睡不着的时候 睡觉前那个时候 是的 那我也特别好奇 就是 我看和文文最近 发布了非常多的作品 那么我想问一问 我们的文文 哪首作品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来创作出来的呢 大部分吧 我觉得新专辑 新专辑是我 很多里面的歌大部分都是晚上创作出来的 说实话白天 白天要么就在工作 要么就在忙 可能没有时间去创作 可能更多的是用手机 给它记录下来 然后等到晚上有空的时候 我们再去把它做出来 说的没有错 我觉得文文最近出了非常多的作品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了最近新发布的一首歌曲 叫做《小心》对吗 对 所以你就要小心一点了 你下面要说什么 你小心一点 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公布一下 我们这一轮环节的一个挑战任务 那当然呢 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 文文非常擅长的 就是我们的唱歌环节了 唱歌 吓死我 你小心一点 是不是临时把这题换了一下 那当然呢 我觉得这一时间段呢 我们三文语们 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大家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啊 来记录下来 我们文文的这一轮的一个精彩瞬间 那接下来的时刻 show time 交给你们 当然这个假装是个麦克风啊 好的 这么漂亮的麦克风 接下来我们掌声吧 这首小新送给你们 我就清唱了啊 也没有个伴奏 我还是要说爱你 才留下被动的自己 怕爱会始终 不空的美梦 才处处小心 我还是太爱你 才拉开更远的距离 想念的羞泳 都停在后咙 小心去你 心里 哇 真的是太好听了啊 我这个就是VVVIP的座位 真是啊 在现场啊 听到了我们本尊 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 小新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 让我们的 还有盲盒还有非常的多 我们再给大家 来快速的抽取吧 好吧 我们将会有一个 快问快答的一个环节 这都是我们粉丝朋友们 非常期待的 还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 那为大家提出第一个问题 喜欢自拍还是他拍 这么难吗 他拍 喜欢他拍啊 那更满意自己的左脸还是右脸 左脸 但是我觉得在我这角度 我看到的是我们的左脸 那鲍老师那个角度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 真的是360度无死角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下一个问题 创作灵感大多数是白天还是夜晚 夜晚 刚才我们也回答到了 喜欢朋克还是蓝调 蓝调 喜欢蓝调 请你为未来上热搜 预测一个关键词 是什么 余恩恩用三星手机拍照 超 我觉得此刻需要有掌声 真的是 那近一年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顺利把演唱会开了 是的 我们也非常期待 很多朋友们非常期待 我们的演唱会 那我们刚刚也回顾了 我们的2021年的一个挑战 同时又想聊一聊 对于二三年 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 演唱会 演唱会 还是我们的演唱会 那下一部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 最想演什么角色呢 最想演什么角色 最想演什么角色 跟现在不太一样的角色 现在不太一样 那我们也期待 我们接下来的作品 给大家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惊喜 其实此刻 最想对粉丝们 说一句什么 多休息 多喝水 多睡觉 多吃饭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说到的句句 都是特别的实在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对于我们的手机 看中的最重要的功能 是什么 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来讲 肯定是记录生活 拍照 然后 就是帮助我创作 这些在功能性 比如说工作上面 能够帮到我的地方 真的是非常棒 那我们文文 挑战成功 来掌声祝贺文文 特别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